各位好 今天要向大家介紹十六分音符的大鼓節奏 我們先來練習怎麼算拍子 十六分音符的算拍子方式是這樣的 我們將每一拍四等分 所以念起來是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要練習的第一個大鼓節奏 會踩在第一拍的第一點跟第四點 也就是1 E N R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是我的大鼓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現在我要把小鼓加進來 小鼓會打在第二拍跟第四拍 1 E N R 2 E N R 3 E N R 4 E N R gefallen 1 E N R 1 E N R 3 E N R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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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 N Re E N R 雃 2 E N R 2 E N R T 接下來我要加入手部的節奏 把Hi-Hi加進來之後 Hi-Hi要打的是八分音符節奏 是這樣 1 & 2 & 3 & 4 & 1 & 2 & 3 & 4 & 就把它打在Hi-Hat的節奏換到Right上面 聽起來是這樣子 現在我要在第二拍的後半拍再加一個大鼓 我用敲鼓棒來代替 大鼓的節奏會是這樣子的 1 E N A 2 E N A 3 E N A 4 E N A 現在我要在第三拍的前半拍加一個大鼓 所以節奏是這樣子 1 E N A 2 E N A 3 E N A 4 E N A 1 E N A 2 E N A 3 E N A 4 E N A 現在我要把大鼓的節奏改成 踩在第一拍的第一點 第四點 以及第三拍的後半拍 現在我要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第一點跟第四點之外 踩在第三拍的第一點跟第三點 也就是第三拍的前半拍跟後半拍 現在我要把大鼓踩在第一拍的E 4點之外 踩在第二拍的第三點跟第三拍的第一點 現在大鼓踩在第一拍的E 4點 現在大鼓踩在第一拍的E 4點 第二拍的第三點跟第三拍的第三點 第四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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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嘴 certaines 好 好 最後 node 超 名